內地勞動節連假,不少女客都選擇來澳門度過遊閒假期 五一假期首日更錄得超過41,000女客房奧 是2022年至今最高單日客量 今天在噴水池一帶可以見到很多旅客四圍打卡欣賞澳門美景 對,就感覺它走到哪裡都是一個景點 就是也很好逛,就是每一個景點不是說很大 就是也不會說對體力消耗很大這種的 就比較喜歡,這樣這個氛圍感,這樣又很安全 澳門反正是跟內地的感覺整個環境不太一樣 這邊經濟也很不錯,然後這個建築也很美 很喜歡這個氛圍的感覺 我覺得特別好逛,特別好吃 就是把所有的景點都打卡一遍,然後美食也吃一遍 剛剛到這邊,因為這邊的美食很多 然後玩的地方也很多,所以就選擇澳門來了 隨著由廣東散經珠澳後岸或者水路入境澳門的人士 恢復遲採養日後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旅遊告一積極開展宣傳及籌備各項城市活動準備 為居民及旅客獻上驚喜 變成了72小時的核酸,覺得有方便到嗎? 非常方便,而且我們現在回內地的話 好像7日內核酸就OK 然後我們也很期待明天的那個無人機那個表演 因為這兩天天氣 對,本來等的是昨天今天在看,因為下雨嘛 明天我們會去看一下這個 我用了一個酒店的一個五折的券 那個特別的實惠 就一共好像是幫我減了一千元的人民幣 就半價了相當於 尤其又是五億的期間,就特別的實惠 你會推薦身邊的朋友來嗎? 這個是肯定會的 然後我們也是想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年可以最多來六次 我們爭取能來上五次吧 大型活動2022澳遊澳門無人機表演勝會 更將在明晚隆重揭幕 以春林澳門為主題 送上精彩無人機表演 點亮澳門璀璨夜空 旅遊局也會持續豐富本澳旅遊元素 透過不同平台宣傳 推出一系列旅遊、酒店和機票優惠 吸引旅客來澳 我們今天也會再次見 我們下 ville 下集隊 在明晚隆 下集團 探索